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 这叫什么麦达 就是糯米塞在那个鸡翅里面 这个还挺常见的吧 有别的很多店也出过这种类型的 但我感觉它这个就是比较小巧的 然后买了两对 然后还有一对没有 然后就给我换了这个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 这边是麦当劳的 因为可能我没有买到很多想吃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正好对面有个麦当劳 就又买了点麦当劳的 是两对蜡翅跟一个这个 这个宝 这个宝我已经吃过蛮多次了 我觉得挺好吃的 就是里面有一个蛋 然后那个鸡排是有芝士的 这个还挺好吃的 我再吃个鸡翅了 还蛮好吃的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很多 它里面糯米是属于那种很软烂的糯米 然后鸡翅膀的味道 不是传统的那种奥尔良鸡翅膀的味道 是另外有一种口味 嗯 形容不出来 但还挺好吃 吃过那个荷叶包饭的人 在蛋糯米里面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吃 我好想吃啊 我家附近两家可能就都没有了 然后我去远一点的家也没有 因为店长说卖的特别好 这个是我愿意再买的 那种味道 嗯好吃 和这种好吃还有二粮的那个痴 我很喜欢咬它 它是肩上的骨头的 赤的部分的 原味肌我最喜欢的是腿的部分 接下来是胸的部分 接下来是庞乐的部分 这个赤的部分是我真的很少 很少很少会点的 我好像 没点过 就是他们没有货的会给我这个 就是实在不行的 才会要 我喜欢吃 腿的部分 你们呢 嗯 原味肌就是一路既往好吃 我个人觉得老麦的辣吃 比肯德基的辣吃 区别还是挺大的 老麦的辣吃要更辣 一点 麦到了的辣吃 是属于咬下去 第一口就可以尝到辣味了 肯德基辣吃就不太辣 大家是比较喜欢肯德基多一点还是麦当的多一点 我个人的话 稍微稍微稍微更喜欢肯德基一点 因为我喜欢吃肯德基的汉堡 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蓝宝 以前吃着蓝宝啊 就最经典的那个宝 加上原味肌 还有土豆腿 这几样都是我最喜欢吃的肯德基的东西 不过麦当鸟也很好吃 麦当鸟的辣吃 是我路过一定会买一堆吃的 这个是昨天 哦不是 这是我刚刚买的 我刚跟大胖去看电影买的 我为什么会买它 是因为昨天 我和大胖还有另一个朋友 也在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朋友帮我买的 他买给我吃的 我那时候吃了 觉得这个口味还蛮好吃的 就是草莓的那个奶油 然后今天自己也买了一个 整体说是买了两个 整体说是买了两个 吃个麦当鸟的辣吃 还是热的 一口下去就能吃到辣辣的味道 我今天的舌头是不擅长吃辣的舌头 我每天舌的时候舌头很敏感 嗯 就不太能吃辣 以后 舌头 舌头迟钝的话就可以多吃点辣 一过年我家附近 除了大型连锁 剩下的店都关门了 叫不到好像吃个东西 吃这个汉堡 我觉得这个汉堡 是我吃过麦当鸟里面算好吃的汉堡 我喜欢他里面放一个蛋 这个蛋的口感很好 就是单吃这个蛋不好吃 但放在里面就会增加他的口感 以前我记得卖到很久以前出的一款新厨汉堡 那个也很好吃 就是很老的一款新厨 不是后面的新厨 是最早的一两款新厨 是最早的一两款新厨 那个时候有一款特别好吃 好像是有蘑菇的 这款真的很好吃 叫 叫金汁玉叶堡 但它的汁是芝士的汁 不是树枝的汁 口感层次很复杂 好吃 这个鸡排里面的汁 没有办法做到流出来 它的宣传图里面是流出来的 我觉得其实麦当鸟 可能在我这边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因为我觉得它们俩不一样 虽然有些产品差不多 但是整体还是各有各的特色的 然后汉堡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都很好吃我觉得 就是会有一种 有一天特别想吃麦当郎的那种日子 也会有一天特别想吃肯德基的日子 我觉得 麦当郎之前那款鸡小球 我之前吃觉得挺好吃的 但是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吃那个 净脆鸡米花 我爸超爱可能吃的净脆鸡米花 哦 是要净脆鸡米花 还是反正常吃的鸡米花 我每次吃可能只有我爸别的都不要 就要一分鸡米花 嗯 嗯 我个人特别喜欢吃肯德基的 土豆泥 我超级喜欢 我每次吃都是四五个可以吃 有四五怪 我会买很多很多 放在旁边 然后它热的好吃 冷的也很好吃 我超级喜欢吃土豆泥 然后它价钱也很划算 它的土豆泥就算不蘸那个 就是没有那个鸡汁的地方 里面那种白色的地方也很香 有奶香味 好辣 现在有点冷了都好辣 嗯 好辣 我今天舌头超级美感 因为我昨天 把舌头给烫倒了 我昨天太心急了 然后喝了一口开水 舌头就烫倒了 今天虽然已经不疼了 但是又变了敏感 但是又变了敏感 这个奶茶一点都不解辣 今天这杯奶茶有点淡味的 不够甜 今天这杯奶茶有点淡味的 其实我每次吃有一只鸡胸都会吃到后面就会咽住 它那个很柴 就吃一只鸡胸都会吃到后面就吃到后面就吃了 咱们吃了 旁乐我也超喜欢 旁乐和鸡胸在我这边是一会儿一个会超过一个 一会儿一个又超过另一个 就他们俩一直不相上下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旁乐比较好吃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鸡胸就比较好吃 哎呦我收拾都打架了 好柴啊 冷了 今天这个房间没开空调 所以有点冷 因为我没有愫的 所以出发了新鲜 我感到看了 它是哦 是来自作为之前的 我看了 很简单 你感到舒服 但是前两天被一个很烫的锅子烫坏了 这桌店当时买的时候说是防烫的 结果还是烫坏了 这个跟我昨天吃的不太一样 可能不是因为不是一个员工做的 感觉这个好像形状也不一样 那颗很好吃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好吃 它里面那个奶油嘛 这样子看上去蛮吓人的粉红色的 但是吃起来竟然完全都不廉价 是那种吃起来就那种很香的那种动物黄 动物奶油的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很高级吃起来 不是那种很廉价的奶油 就很好吃了 但今天的酱比昨天的酱明天少了很多 今天的工作人员不是昨天那个 今天那个不够昨天的大方 这款式好好吃 我难得会吃这种 泡芙的我不常吃的 而且我不常吃草莓味的东西 我不喜欢草莓味 这就是好吃 而且这款不属于他们的爆款 我坚持满收那个工作人员和我说要现做的 就不是那种已经摆在前面 它现做 所以感觉点的人不多 今天就是可以宅的一天 好开心哦 我今天不算宅了 我今天出门了 看了电影 在外边也吃了午饭 手怎么轻掉了 哇 轻得好厉害 轻紫色的 怎么回事 前面好像没注意嘛 这珍珠 气不惨 好的 我去西门热酱了 好羡慕那些吃到 和夜包的小伙伴 然后我去问他们都说 不确定进不进货 如果进的话就是可能